原老生前曾打趣地说过 他两次梦见水稻长得很高 他和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 可惜直到他离世 也未能实现如此梦想 但中国的水稻事业后继有人 目前非常热门的竹道 就有望实现这一梦想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说起竹道 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专家 世界竹道之父张忠美 他比元老小七岁 生于1937年 同样经历过建国前的混乱 困难时期的艰苦 甚至粮食产量对于国人的重要性 遥想1492洪志五年 一旦圣贤王阳明 割竹七日七夜 却大病一场 而近500年后的1969年 毕业十年的张忠美 在广东梅州海丰县研究竹子 从开花到节竹米 再到竹子枯萎 却从中参悟出另一方向 庄子秋水有云 凤凰非梧桐不漆 非竹石不石 既然竹子的果实这么好 若把竹子的幼梁性状 与水稻结合 岂不美哉 竹子和水稻 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物种 怎么能够杂交呢 其实 我们对生物的划分 可分为 界 门 钢 木 磕 鼠 种 这几个级别 竹子与水稻 同属于河本科 算是远房亲戚 DNA都有12对 但这个亲缘关系相隔较远 平时都很少走动 这回非让人家走进一家门 还要共同培育下一代 无论是竹子家 还是水稻家 都没这个意愿 于是 张忠美开始的长达几十年的研究 在水稻和竹子 同期开花时进行授粉 就可以杂交配对 但两者花旗不同 很难同时绽放 为了寻求同期开花的竹子和水稻 张忠美经常半夜三点 拿着手电筒上山寻找开花的竹子 在进行了数百株的杂交后 1971年 张忠美终于获得了宝贵的三粒种子 埋下的三株希望 没多久就腰折了两株 张忠美像呵护孩子一样 保护着最后一根毒苗 历时两年多 共736天的成长 这株苗长到了2.5米高 但仅仅结出了14岁骨子 再经过多轮筛选 保留了136粒种子 就是这136粒种子 延续了中老竹道的希望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1993年 为了专心研究竹道 中老办理了提前退休 安心在家研究竹道 但此时没有了机构的支持 研究失去了资金来源 在此期间 经费全由四个孩子外出打工来支撑 转眼间又十多年过去了 2007年8月 竹道终于获得成功 荣获梅州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年更是被广东省科协肯定 在此之后更是获奖无数 当然 这样的成就在竹道面前 简直不值一提 竹道产生的社会价值 远远超乎人们想象 首先 竹道的抗倒浮能力强 竹道的浸杆非常粗壮 是普通水道的三倍左右 不仅如此 竹道的浸杆上还长着结 组织厚度也比较高 竹道的高度一般在1.5米左右 叶片巨大 光合能力强 淀粉合成效率高 因为浸杆强壮 所以竹道在面对大风时不容易倒 除此以外 竹道继承了竹子的优点 非常的耐干旱 种植竹道的水田 在夏季时不用灌溉 即使农田干得开裂 竹道依然能够正常生长 竹道的抗病能力也非常强悍 在竹道的荆叶和稻谷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抗菌物质 竹黄铜 有了这个物质 竹道叶片不会生虫长菌 农民种植以后 连农药都可以省了 最后 竹道的母产非常高 中国目前杂交水稻的母产 大约在980公斤左右 竹道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 注意 这可不是实验田的数据 而是普通的水田 由农民大面积种植 统计出来的结果 这个产量可以说是非常惊人 和转基因水稻相比 也毫不逊色 但是 竹水稻的安全性 比转基因水稻更高 据专家统计 浙江和江西两省的农民 种植竹水稻 每亩收入可以增加2100元 相比传统水稻而言 翻了三倍 这还只是稻谷卖出去的钱 竹水稻的浸干 还可以用来造纸 另外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和传统稻米相比 竹稻米的口感如何呢 竹稻的米粒细长 做出来的饭 有股竹子的清香 吃起来爽口弹牙 口感软糯 最奇怪的是 冬天时用竹稻米 蒸出来的饭 连续放几天 也不会回升 普通的大米饭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竹稻米中的竹黄铜 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可以减少人体的自由基 竹稻米中蛋白质的含量 高达11.4% 新含量更是惊人 每千克竹稻米中的新含量 为2000毫升 吃一碗米饭 相当于喝了10杯高腥牛奶 腥对于人的脑部发育 十分重要 也是男人的必备元素 它可以促进高丸的发育 提高精子的活力 如果有正在备孕的小伙伴 也可以买一些竹稻米 尝一尝 专家们还发现 竹稻米中 铅元素的含量 只有0.062毫克每千克 远低于普通大米的 0.2毫克每千克 铅这个元素 对人体伤害非常大 吃多了是会变傻的 竹稻米煮出来的饭 抗霉菌的能力也非常强 专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两盘米饭 一盘由竹稻米制作 一盘是普通大米制作的 煮熟后 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 进行存放 四天之后 普通大米上已经长满了霉菌 但是竹稻米煮出来的饭 并没有长霉菌 因为竹稻米里面的竹黄铜 抑制了霉菌的生长 堪称天然的防腐剂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竟然竹稻这么好 市面上能买得到吗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你上网搜 一大堆相关链接 当然 细心的朋友也会发现 竹稻米在市面上 平均美金售价20元 是普通大米的7倍 毕竟 这是张忠美老先生 潜心研究40元年的成果 全球首创 而且营养价值丰富 贵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 为了让产品得到更广泛的种植 张忠美带领的团队 还在不断研发 目前 已经研发出竹稻大米 竹稻糯米 竹稻红米等诸多品种 相信随着竹稻的普及 我们能吃到更丰富的品种 也能吃到更便宜的竹稻 可能还有朋友担心 竹稻算是转基因产品吗 是否可以放心食用呢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 过于复杂 本期影片小编就不在此赘述了 只告诉大家一点 目前大众担心的 农业转基因技术 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广泛应用 都是在1996年之后的事 而彼时 我们的竹稻 已经在中老的培育下 生长了20多年 中老采用的杂交方式是 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的技术 虽然这样的做法 跟现代技术比起来 显得确实比较笨拙 比较费力 但至少安全性上 是没问题的 竹稻问世 中华扬明 中国成为了世上首个 成功杂交竹子与水稻的国家 竹稻的品质 也备受海外市场青睐 2015年 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 竹稻就成了展会上的优质大米展品 尤其是日本 日本人喜好寿司 而竹稻米的直链淀粉 与直链淀粉比例 刚好适宜寿司制作 手捏过后更容易定型 在此之前 日本经常采用竹米 及竹子的种子 但竹子极少开花 竹花开后 竹林王一生只结一次种 非常稀少 且供应量不足 自从出现了中华竹稻 日本便开始大量进口 并派学者前来学习 当然 学习竹稻养殖技术的 可不止日本一家 美国等国家 也派来了不少科研团队 人怕出名 树大招风 自从竹稻闯出了名号 就引来部分不良商家 借机蹭热度 偷换概念 坑骗消费者 网上就出现了不少 竹叶米 绿竹米等产品 其中有些产品 是用大米粉 菠菜粉 竹叶粉等配料 混合而成 而非天然种植的大米 与我们讲的竹稻米 天差地别 请各位买家 一定要小心 目前 张中美及其团队 研发出来多个品种的竹稻米 但就是没有绿色的 市面上如果见到 一定要小心 在此 小编也奉劝各位商家 有精力去动那些歪脑筋 不如好好种一种竹稻米 说不定发家致富 更快 更稳 众多仿冒者和跟风者的出现 也从侧面 印证了我们竹稻的名气 越来越大 回想当年 元老的倒下长凉梦 现如今 已经在竹稻的推进下 愈发接近 相信随着科研人员的 前赴后继 终有一天 这个梦想 会在我华夏大地上 遍地开花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影片 大家觉得 未来水稻 还能和什么植物 进行杂交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 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 一起见证 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 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